台灣的愛心遠過非洲 農委會農糧署日前捐贈 1420噸大米給非洲南部五個國家 透過在當地的台灣NGO團體發放 在南非行政首都普勒托利亞的 發放活動上 有多達3000戶平民 前來領取台灣的愛心物資 每戶可領取20公斤的大米 估計幫助15000人免疫饑餓 在一旅行 3,000人被殺了 我许,这就是美丽的工作。 这就是对中国人家的工作, 我们也感谢了一个国家的政府在台湾。 我非常愉快给我们人, 这些瘴上人都没有人生吃, 他们没有钱,他们没有费用的费物。 今天,至少,台湾的码局统筹给予他们饭, 南非妇女头顶着20公斤重的大米 感谢台湾善行 当地志工表示 早期南非民众不认识台湾 不敢接受援助物资 我们看到每一个接受这些 所有发放物品的南非的兄弟姐妹 他们脸上洋溢着非常满足的笑容 我们内心也感到非常的欢心 如今这项爱惜活动迈向第14年 规模持续扩大中 驻南非代表徐佩勇夫妇 也全程参与发放活动 亲手为平民挂上围巾 食物和生活用品 帮助他们度过寒冬 大批民众席地而做大合唱 希望台湾爱心不间断 拓展到更多需要帮助的地区 谢谢台湾